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永和的農來快餐 那這一間就是 某位粉絲推薦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這一間店就位在這個 我之前有拍過的 葉子早餐店的對面 這一間早餐店我有來過 然後剛剛那個鞋對面的包子店 我也有來拍攝過 這樣 就是一個便當店 就是這樣乾乾淨淨的店 然後裡面的座位 大概只能坐15個人以內 小小的位置 那營業時間在這邊 週一到週六 早上11點到晚上8點 那全部的菜單就在牆壁上 這個是有照片的 那這是上面的菜單 那想請問你們 比較推薦雞腿飯還是主角飯? 好那就主角飯 內用 謝謝 好謝謝 那你要選菜要吃嗎 還是我幫你配 好那您幫我配好了 謝謝 沒有拍到我 OK 那菜色看起來蠻多樣的 就是這樣子 對啊 用的差不多了 早上就透明了 好 豬腳算是這邊的招牌 喔蠻香的耶 對 豬腳這邊的招牌 這樣喔 阿姨這麼了解 吃很多年了 開快30年 開快30年 好那這個就是豬腳飯 那剛剛那個 顧客說錯一點 本人向來不做廣告 本人向來只做食物的還原 所以好不好吃要吃了才知道 如果是騙人的部落客 現在就跟你講好吃到爆炸 我是不會來這一套的 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這也註定 我必須要自己花錢來吃 因為這個我不是跟店家配合的 部落客 因為這個阿姨的提問 所以讓我再講一次這樣的事情 不是我一直 要講這個事 好那 不一支支不一支支的肉這樣子 然後店家也蠻低調的 然後店內的話有冷氣 好像說這個是豬腳飯 可是看起來是豬腳嗎 嗯 口味的確不錯 肥滋滋肥滋滋的 嗯 甜甜鹹鹹的感覺 然後有八角的香味 嗯 還不錯 嗯嗯嗯 嗯嗯 好吃 好那我個人覺得豬腳的確是這邊最著名的招牌喔 很好吃 嗯嗯嗯 這樣才90塊算蠻便宜的 然後飯也蠻好吃的 嗯嗯嗯嗯 嗯嗯 嗯嗯嗯 好豬腳很好吃 肥滋滋肥滋滋滋 就很便宜 如果在 好,我自己處理 肥滋滋肥滋的 另外本人不喜歡用餐的時候被人打擾 順便講一下 不一滋滋不一滋滋的感覺 很好吃 好,如果光豬腳跟這個飯的話 我覺得分數是90分 它豬腳就是一個懷舊的感覺 應該有放冰糖吧 都沒有骨頭,然後肉蠻多的 好吃 能夠讓剛剛這個 在畫面裡一直聽到這個聲音的阿姨 能夠吃到30年 應該也是這個 滿有三兩三的 好,不錯 配菜也滿有水準的 店家很低調 他們不是很想曝光 所以剛剛我沒有怎麼找到老闆娘 跟老闆 好,算是這個高品質的便當店 好,算是這個高品質的便當店 請你吃 好,那半熟蛋 早該拿出來的啦 那這個配豬腳的話應該是更好吃 OK 那加個荷包蛋 了不起15塊或10塊吧 好,口味是不錯的 很好吃 很好吃 就是有到達我喜歡的熟度 就剛好半熟 5分再少一點點 很嫩 然後我沒有來過就知道我喜歡吃半熟蛋 這個還滿加分的 哈哈 好 好,如果你是喜歡吃豬腳飯的朋友 你可以吃得滿開心的喔 那豬腳飯的確滿好吃的 嗯嗯嗯 很好吃 有一個這個阿嬤的味道那種感覺 嗯嗯嗯 菜也很好吃 菜也滿新鮮的 好像就是 才花不到100塊 就可以吃得很開心這樣 嗯嗯嗯 還是一個小知足的小血腥 畢竟我今天中午花那麼多錢 哈哈 好,那就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喔 個人用餐之後覺得滿不錯的 好,門口拍一下喔 就是從這邊進來 那附近停車不太好停 要注意一下 好,他今天的麗湯是油豆腐麗湯 這個便當店用油豆腐當麗湯是比較少見喔 我現在喝喝看 感覺裡面放的是柴魚片嘛 感覺裡面放的是柴魚片嘛 還不錯阿 其實如果說餓一點的話 是可以把這個油豆腐當一個配菜的事 味道的話我的猜測啦 好,就鹽巴、味酥、柴魚、油豆腐 油豆腐 大致上是這樣 一個滿平實的味道喔 整體來說就是還滿有水準的喔 加上店裡有冷氣滿乾淨的 滿不錯的 收費也不會很貴 好,那最後就是這一間店的名片 農來快餐外送專賣店 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區永恆路155號 然後所有的品項都在下面 那我應該還會再來吃阿 滿不錯的 豬腳飯的確是滿令人驚豔的 應該控肉飯也不錯喔 然後店家還滿客氣的 好,像這個名片它也很精緻 它有護備喔 所以就是小地方都還滿用心的 令人感覺還 滿不錯的喔 印象滿好的 好,那吃過之後覺得不錯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